周老汉靠卖猪蹄为生,他卤的猪蹄色泽红润透亮,香味浓郁,味道堪称一绝,生意一直很好,很多人前来拜师,想偷学卤料秘方,都被他给拒绝了。 有传闻,周老汉是名厨废一刀的关门弟子,一身的绝学,自然能够做出如此美味的小吃。 一天,周老汉准备收汤回家时,见到这样一幕,一个瘦骨临寻的小孩手里拿着半边吹饼,准备吃的时候,无意间发现一个老爷爷跟在自己身后,小孩犹豫了一会儿,还是把手里的半边吹饼递给了老爷爷,叫他趁热吃,老者接过后感谢不已。 多么心善的孩子啊!周老汉被深深地感动了,猪蹄已经卖完,周老汉去买了几个吹饼,然后朝小孩走过去,将吹饼递给他,趁热吃吧。 小孩接过吹饼,并没有狼吞虎咽吃起来,只是咽了咽口水,周老汉不解,小孩问道,大叔,您这吹饼多少钱买的?周老汉轻声答道,六文钱。 小孩很机灵,眼珠子滴溜溜转,打道,大叔,我不白吃你的吹饼,要不这样,我给你当两天帮工。 这几天,妻子并了正缺人手,其他人来帮忙不放心。 周老汉正为此事发愁,听小孩这样说,他心里一喜,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,正好,周老汉也想趁此机会,对小孩考察一番。 这么多年,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徒弟,前来拜师的都是为名利而来,心思浮躁,做不出真正的味道。 小孩的出现,让他犹如在干旱的沙漠中发现一片绿洲,心里有种莫名的欣喜。 一番简单问话,周老汉得知小孩叫周轩,心里不由自主,突生几分亲切感,还是本家性,又得知他是个孤儿,无依无靠的。 周老汉微微叹息,有心收养他,那两天。 周轩做事很勤快,深得周老汉夫妇喜欢,二人结婚,多年没有孩子。 周老汉见他做事勤快,人也机灵,和妻子商量一番后决定将他收为养子。 周轩无意间听到夫妇二人对话,他连忙下跪,甜甜地叫了一声爹娘。 周老汉夫妇大喜,连忙将他搀扶起来。 就这样,周轩不再过着流浪儿的生活,总算有了温暖的家。 小小年纪的他懂得报恩,从不让周老汉夫妇操心,很听话懂事,更让周老汉惊喜的是,周轩悟性很高,一点极通,于是,他毫无吝啬将一声所学青囊传授。 然而,好景不长,不久后,周老汉的妻子病逝,一天夜里,周老汉神色凝重地把周轩叫到床前,微微叹息道,轩儿啊,弟有几件事要和你说,你务必要谨记于心。 周轩没有说话,重重点了点头,接着,周老汉说起他的身世,原来,他竟然是王爷家的首席大厨, 因为曾遭小人陷害,担心师父费一刀给他的秘方被人惦记,他不得不带着妻子来此隐居,周老汉有个好友名叫杜朗,当年,杜朗给他当帮厨,二人感情很好,周老汉还救过他一命,这些年来,周老汉听闻他做生意,赚了不少钱。 还有个貌美如花未出嫁的女儿,凭借二人的关系,只要书信一封,周老汉相信杜朗会把女儿嫁给杨子,这样一来,周轩下半辈子就有了靠山,不怕外人惦记秘方了。 说完,周老汉递给周轩一封书信和一个玉佩,说事关重大,务必将二五亲自交到杜朗手中,周轩连忙点头答应,不久后,周老汉去世了。 刚成年的周轩给养父办完了后事,他不敢耽搁,简单收拾行李后,来到了繁华的杨州去度假,经过一番打听,周轩很快找到了度假,那几天,杜财主很热情招待他。 周轩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奢华精致的生活,感受到了金钱的魅力,不经意间有些飘飘然,他心里还有个想法,度假小姐杜翠莲美貌动人,知书达理,养父在信中也提及过此事,希望他能当度假的女婿,只是他作为小辈,也不好主动提及此事,而杜财主似乎忙得不可开交,每天只是好酒好肉招待,丝毫不提婚陪之事, 一天,杜财主把他叫到书房,一脸郑重问他,贤侄,老夫听说你年纪轻轻就厨艺了得,已经不输你爹,真是年轻有为啊。老夫便做主,将女儿嫁给你如何? 多谢杜老爷成全 周轩大喜,连忙下跪行礼,很快,杜家就开始忙活,准备这大婚仪式,一天夜里,周轩去后院散步时,无意间听到杜翠莲的卧房传来哭声,周轩当时正在兴头上,以为杜翠莲出嫁后舍不得父母,所以才会夜里流泪,便大步离去了。 第二天,杜翠莲偷偷找到周轩,一双美眸深情地望着他,不知为何突然流下几滴眼泪,周轩以为他受了委屈,想多问几句,这时杜财主走来了,杜翠莲像是很害怕的样子,立马就回房了,莫非,莫非翠莲心里藏着事?周轩一脸不解。 在当时社会,男女成金钱是不能见面的,于是,周轩找到了翠莲身边的丫鬟,谁知丫鬟神色紧张,不等他问话就走了,使出反常必有妖。 周轩隐隐感觉到一股莫名其妙的危机袭来,只是他没有帮手,也不知从哪里着手调查,整天坐立不安。 不过,想象着娶了娇妻,还能过上荣华,富贵的生活,他就渐渐放松了警惕,到了新婚那天,人山人海,杜甫热闹非凡,婚宴开席时,有个衣衫褂褛的老者,不知何时偷偷溜了进来,管家大怒,连忙派人要把他赶出去,这一幕正好被来敬酒的周轩给发现。 周轩见老者眸光精亮,身体轻盈,一看便知他不简单,于是很客气地给他端去一碗肉,老者没有推辞,毫不客气地大口吃了起来,吃完后,老者砸了砸嘴,突然神色凝重,把周轩拉到一边,年轻人,老夫有句话送给你。 前辈请说,周轩很有礼貌说道,洞房夜别和新娘同房。周轩大吃一惊,一脸惊愕地望着老者,老者来不及解释,只说了一句,年轻人,相信老夫说的,老夫绝对不会害你。 怕引起别人怀疑,老者身子灵巧,很快就消失不见身影。 给宾客敬完酒,周轩已经喝得半醉,他打着亮枪来到了婚房,翠莲端坐在床头,身上散发淡淡幽香,周轩有种立马将他揽在怀里的冲动,但老者的话一直在脑海中回响,一时间,他犯难了,终于,他下定决心,在地上呼呼大睡起来,翠莲见丈夫迟迟不来掀头盖,他终于坐不住了。 扯下头巾,见他躺在地上已睡着,一时间吃惊不已,莫非,莫非他发现了什么? 谁是,此时周轩突然站起身,眸光中带有几分怒意,翠莲知道此事无法隐瞒,他也无心隐瞒。 便叹息两声道出实情,原来,杜财主前段时间外出,找到了一种邪药,逼迫女儿喝下,这药很神奇, 只要女儿和男子同房,男子的心神便会被女子给控制,到那时,女子问他什么,男子都会如实回答。 杜财主这样做的原因,是想得到周老汉的秘方,费乙刀是天下文明的大厨,手上秘方无数, 而周老汉是他关门弟子,如今费乙刀早已退隐,想必平生所学,都悉数交给了周老汉。 周轩是周老汉唯一的弟子,还是杨子,信中也提到了要杜财主助他把事业做大,这句话。 让杜财主起了贪念,竟然不顾女儿幸福,做下如此卑鄙之事。 谢谢大家。